还是扣篮的这种力度都非常好 这个后转身呢就直接是借力 数据单 哇 注意看 富豪这边孙春萌 扛得很好 在面对着防守非常强悍的巴依 看看小思能否找回在CBA的自信 漂亮但这后转身之后 被许忠豪积极实实的摁到了板上 阿尔斯兰 被小思直接冒掉 今天在后卫线呢 阿尔斯兰对应的是歇亚 现在分差再次回到20分 小思扣一个吗 刚才阿尔斯兰倒地 四号位里面力量非常好的富豪 但是这球呢没有能够打进 哇 但是追身之后看他这个弹速依旧保持得很好 也会发挥不错的作用 一对一 转身 好球 打了一个二加一 还是扣篮的这种力度都非常好 这个后转身呢就直接是借力 阿尔斯兰倒地 他是右手球员 那么当他在 他在场上呢也是努力的带动着队友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两分球五中三 三分球四中一 拿到了十一分 四次助攻 篮下抢起结果被斯兰德玛尔直接盖下 他刚才还做了一个摇手指的动作啊 注意看 富豪 这边孙春风 扛得很好 啃抢篮板 又能进攻 还愿意去给队友做掩护的这种 勤奋型的 的确比较少 而在防守上我们看小四还是比较努力 往右一个大帽 空中拦截或者斜防 说不定哪一下没有调整好就会造成旧伤的复发 电一步之后的强起 王志导会不会罚跑折返啊 两发不中 好球 这球没有能够打中 是刚才很快速的徐明志的一个推进 直接是吸引了三人的夹击